为什么旁边有人尿尿会尿不出来 你在尿尿时 是不是很讨厌旁边有人 因为总感觉不自在 尿尿都可能尿不出来啊 特别是男生尿尿时 会优先走到里面的位置尿 还互相自觉的隔开一个站位 如果位置不够 宁可在一边先等着 人家走了后再过去尿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尿到膀胱的阔约肌 是处于收缩状态的 所以我们可以憋尿 而在尿尿时 需要大脑集中注意力 来控制尿到膀胱的阔约肌张开 才能让尿也自然流出 如果旁边站着有人 或者有人看着自己尿尿 你可能会暗自想着 看我为什么站我旁边尿尿 我尿个尿有什么好看的 只是在心理上 你会因为过于防范和紧张 大脑会无法集中注意力 尿到膀胱的阔约肌 也就无法顺利张开了 所以旁边有人 你就可能会尿不出来了 这种情况会成为尿休者 膀胱害休整 一般情况下 男生出现这种现象 要显著多于女生 可能是因为女生在使用卫生间时 相比较男生更加私密一些 不会过多的被身边人干扰 当然内心强大的男生 是不会受此影响的 如果哪一天 你去公厕尿尿 旁边一排空泪 唯独角落里站着一个人 别的位置你不尿 偏偏要走到他的隔壁位置上去尿 还时不时的把脸撇向他 那么你的内心也变强大了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的男生实在是太多了